這個沒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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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定要鏡頭看了 1 2 3 提倆大袋什麼 買好了各個車站的特色便當 我們這次買超多餅攤甜點飲料 完蛋啦 我們接下來要前往竹夏通 去買一些野餐必備的 好像是野餐店 今天12月31號 但是竹下通還是不顯人潮 沒錯,還是非常的擁擠 而且最近我們有觀察到 有非常多的歐美人士都有來東京 感覺要跨年 我們現在在大創 它這裡竟然寫攝影棵 大大的攝影棵 看是一個YouTuber的天堂 現在馬來要結帳囉 耶,等一下去野餐了 好可愛喔 我們現在已經進到大陸在莫公園了 莫公園 我們要來介紹五個我們在車站買的車站便當 它有些包裝就超好看 你看我這是新幹線的便當 我這是Pokemon 上面有很可愛的皮卡丘 那我們就先從看起來最中規中矩的新宿便當 開始介紹啦 其實它就跟我們在台灣吃的那種台鐵鐵路便當是一樣的 有魚啊,有肉啊 還有一些就是醃漬的醬菜 這魚啊有滷點味噌,所以吃起來很帶勁 它有點小小刺,所以要注意一下 這小菜有一個是 豬肉片或是牛肉片的感覺 它有加了一點芝麻,所以吃起來還蠻香的 裡面還有一個看起來有點像豬排吧 豬排之類的豬排 這個東西 吃一口看看 它也是加了味噌的豬排,吃起來還蠻夠味的 黑口冷飯 還不錯 那我們就以它的好吃程度 跟有趣程度 綜合起來 然後我們來打個分數 那如果是以好吃程度的話 好吃程度的話 1到10分我會給 6分 那我應該差不多吧 也是6分 那有趣程度 因為這個是蠻中規中矩的便當 所以應該就勉強個4分吧 我應該還是給4分 因為這是常常會在車站你看到的便當樣貌的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這一個是螃蟹的便當 它是來自三鷹鳥曲縣 鳥曲縣的螃蟹的便當 好可愛喔 噠噠噠噠喔 噠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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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片 這個一定要盡頭看了 1 2 3 有沒有 哇 滿意出來了 而且它上面還有兩個 就是那個蠔蟆的部分 好我們現在就來試試看看吧 還有一包浮繩式的類似醬菜的東西 可以加 好 加進去 哇 哇 吃一口囉 滿滿的螃蟹 哇 因為 螃蟹本來就是一個可以適合冷的吃的東西 然後 螃蟹一絲一絲的 整個鋪滿那個飯 然後吃起來甜甜的 再加上它的飯 也是有調味過的 所以整體吃起來很爽 我剛剛有吃到一點浮繩子 浮繩子再加這個飯 更開胃 酸酸甜甜的感覺 好吃 我們來檢驗一下蟹熬的部分 小小的蟹熬 好像已經有剪過了 有耶 有剪過了 好爽喔 小小的但很 小確幸 蟹熬 小確幸 先以好吃程度的話 這個因為還不錯 我會給它8分吧 嗯 這個我會給 呃 7.5分 它雖然看螃蟹是鋪滿整個盤子上 但其實料還是有點少 你不然還是看得出來 然後以有趣程度的話 我也會給它8分 因為這個不管是在包裝上 然後或者是它裡面 是單純的用螃蟹加飯 這件事情我都覺得蠻好玩的 以有趣程度的話 我覺得我會給10分 因為這盒真的帶而去 你可以用一輩子 那我們接下來要開的也是 是地區的名產香根山鹿豚的便當 它的豚肉也是滿滿的鋪滿在這個便當上面 蠻厚的喔 感覺吃起來有點像是吃那個肉桿 我覺得它的豬肉調味得很不錯 有一點接近就是我們那種台灣滷肉的感覺 甜甜鹹鹹的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種醬料 我個人覺得它更適合熱的吃 因為我相信這個便當如果微波了 那個熱的飯 然後加上那個肉比較軟的話 吃起來我覺得會好吃滿的 對 不過我覺得因為我們今天的評測 會有一點點跟平常不一樣 是因為我們今天的天氣其實是非常冷 現在才應該三度 大概應該是三度左右 所以非常的冷 所以飯跟料應該都會有一點點比較便宜 對 那如果你想要搞剛剛一點的話 就是帶回你的飯店稍微加熱一下 或者風味會更好喔 那我們來評分一下 就是這個好吃程度 1到10分 我應該會給5分 但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今天天氣有點冷 所以導致它的那個就是飯跟肉 有點變硬一點 但是如果今天是熱一點的天氣 我覺得應該會比較好吃喔 好吃的話我給它6分 然後加熱後可能會比如說7分 對那有趣程度我應該會給 應該可以4分吧 因為它就是很中規中規的便當 那它沒有太過於有趣跟浮誇的東西 我也是 10分 開的這個是非常可愛的皮卡丘的便當 眾所期待啦 超可愛 好期待打開會什麼的 小確幸 而且這個袋子啊 你就是買回去之後就可以帶回台灣 給你的小朋友帶便當我覺得也很好 裡面的話其實比較普通它是 有點像保麗龍 然後它是用了那個皮繩的黃色這樣 對 喔~~可愛的欸可愛的 這個也有一點點小驚喜 就是日本媽媽會做的可愛的愛妻便當 而且呢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這裡的海苔 有一隻皮卡丘 真的嗎 對有一個海苔皮卡丘 超可愛 然後它就是 其實看起來真的是很像是給小朋友 小朋友在吃的便當 我覺得很可愛 好我們就來試吃吧 那我來吃個糖心蛋好了 滿一般的 這才很像那種 連鎖餐廳會有的兒童餐的感覺 但我覺得它可能就是故意用的不是那種很鹹 味道很濃 這樣子 然後 很適合小朋友吃欸 真的 然後也有帶一個芹菜 對啊 它底下好像有一些那個 這是那個中華風的麻婆醬 下面是麻婆豆腐欸 那我覺得這個皮卡丘的便當啊 好吃來講 我應該也只會給它大概五分 因為是給小朋友的口味 這個的話我應該也是 我可以四分好了 因為說實在話就真的是 一般便利商店可以買到的便當等級的風味 但我覺得從外包裝包含那個皮卡丘剪影的海苔的話 有趣的程度我也會給它八分 這是非常適合帶回去送你 這個呢 有趣程度我分成兩個 我自己覺得有趣程度我就是六分 因為我以為打開便當之後會一個皮卡丘就是 包裝很出現在其實只有袋子上面 但是我覺得給小朋友的有趣程度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到九分 因為小朋友應該看到袋子就已經 哇 紅掉了這樣子 新幹線 新幹線 那我其實本身也買過蠻多次 這個新幹線的便當 那這是17型的便當 有一個這應該是甜點吧 對甜點 然後兩個おにぎり 然後跟一些就是 炸薯條啊 然後 跟一些就是 有一些蔬菜類 然後給我用 剛剛你吃到那個 炸的那個海老這樣子 對 也就是說我們買了兩個可愛外型有趣的 其實基本上都是兒童餐 我吃了蠻一般的鮪魚飯 它有一個炸的 不知道是什麼 吃吃看 蠻還好的 那我吃甜點好了 好 好 其實有包那個奶油的 就是 小泡芙 它小泡芙的泡芙 也很厚 好 那這個新幹線便當好吃程度 我也只能給它4分 我只能給3分而已 對 因為 真的我覺得 不是很優良 但是外型好玩一樣 送小朋友的話 我也會給它8分 外型這個 我本身是車子迷 雖然不是新幹線迷 所以這個的話我會給9分 我們千萬不能忘記 今天的氣溫其實是幾度 現在的話是7、8度啦 但是剛剛我們拍的時候 有一陣子沒太陽 又吹風應該也是只有3、5度 好冷 對啊 哪有人在這個天氣在公園野餐對不對 只有 東京走著橋 好吃 Hester在吃什麼 我在吃皮卡丘便當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啊 是嗎 那個中間的很像麻婆豆腐的東西 我覺得還不錯吃 很容易滿足 對 我就是很好養的一個人 可以跟我講一下 為什麼我們在演餐的時候 看東京走橋的影片 因為我要給Hester看一下我們剪的大作 沒錯 我第一個看的吧 是嗎 可以看看 好那我們要走了 那我們要當個良好的好公民 要做什麼 好 抓了7分類喔 讚 那我們就繼續留在帶那幕公園燒魚走走看看吧 接下來我們要去找一杯咖啡來喝 對啊 因為真的太冷了 要溫暖我們的身心也 呵呵 你在後面喔 我們現在在一家寵物友善的店 叫做Night Plus 它是有提供咖啡 還有狗狗的餐點喔 吃一下這個法式吐司吧 加點奶油 吃起來還滿甜的 配上這個奶油 香香的 我們現在在呆呆木上園的區域 然後這個地方是我自己私心看滿喜歡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社區的街道 看起來非常的溫馨 有點的復古的味道 我們現在來到哪裡呢 我們現在來到東京 Midtown Hibia Yes Hester 開箱去 開箱 買了一個應該不太會摔破的杯子 沒有沒有 適合我吧 適合適合 能比杯焦啊 沒錯 以上就是東橋的年末影片三連發 記得看下集我們今天要去跨年夜咯 我是鮑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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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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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